在很多方面 中国都是世界上很特殊的一个国家 那么大的非宗教国家是一项 此外还有另一项特殊点 中国很早最晚是宋代 就是平民社会了 世袭贵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消亡了 中国的平民政治史超过千年 放眼全世界 中国的吴贵族即使不是唯一的 也是非常少见 非常独特的 有人认为中国的吴贵族 是历次农民起义的结果 比如杀人如麻的皇朝 不分青红皂白 一通大砍大杀 天阶踏进宫青谷 把大量贵族都直接肉体消灭了 中国贵族就是这样消亡的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 也符合史实 农民大起义等战乱中 直接的肉体消灭 就是大屠杀 确实是中国贵族消亡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观点未免太过简化 实际上 中国贵族的消亡 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而且并不是只有战乱大屠杀 这种失控因素 还有大量人为的 刻意为之的因素 今天就来简单说说 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像所有其他人类文明一样 华夏文明早期 也是贵族社会 周天子只是个画室人 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很强 而且世袭 到了东周 干脆四分五裂 成了春秋战国 在周朝的层面上 是贵族制 在诸侯国的层面上 也是贵族制 曾经强大的晋国 就被国内几大贵族给分了 分成了韩赵卫三国 三家分晋 其国原来的诸侯 也被其他贵族取而代之 那时候的中国 是标准的古典贵族制 很多方面和欧洲的贵族社会 很类似 但到了战国时期 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国家之间的战争 越来越残酷 人才的选拔标准 大大放宽 各种非贵族的人才 都有了机会 当大官长大权 比如著名的苏秦 是个平民 并非贵族 但身配六国相印 贵族制的基础 已经动摇 秦的统一 加快了古典贵族时代的终结 秦国是各国中 平民化程度最高的诸侯国 商鞅变法的核心其实就一条 论功行赏 出身血统啥的都靠边站 秦统一天下以后 秦始皇的儿子们都留在咸阳 分派到各地的 是国家任命的官员 而不是世袭贵族 在很多方面 秦朝都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水平 秦朝虽然短命 但已经把平民政治的很多元素 注入了中国文明的深层 所以民间才会有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的呼声 在这方面 中国文明出奇的早熟 正是在秦朝平民化的基础上 刘邦建立的汉朝 执政核心是军工集团 也就是平民出身 靠战场上打仗立功 成为权贵的人 春秋战国以来的旧贵族 基本被历史淘汰了 这种平民本色 西汉保持了很长时间 以至于西汉皇帝选皇后时 有的根本不考虑出身 一些平民之女 都有机会进宫乃至当皇后 可是人类社会 难以改变的规律之一就是 新的权贵总是竭力谋求权势的世袭 虽然旧贵族被消灭了 但时间一长 就会产生新贵族 西汉的平民性 到了东汉就所剩无几了 刘秀起兵 就是靠着南洋的几大家族 后来这几大家族 成为东汉的高层核心 东汉的皇帝选皇后 基本是从几大家族中轮流选 到了东汉后期 虽然没有恢复周朝的古典贵族制 但已经出现了一批世家大族 人才的选拔 基本上局限在这个小圈子里 读后汉书 列传中的人物都是有来历的 其父其祖都是显贵高官 刘邦 萧和 樊快 那种白手起家的底层平民 在东汉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 袁绍最乐于吹嘘的 就是他家四十三宫 连续四代人出任过三宫那样的高官 门声孤立变天下 已经形成了封闭的利益集团 东汉后期形成的世家大族 流传到了后来的魏晋 当时的人们 津津乐道于各种高门大姓 狼牙王室 陈骏室 佩国环室 颖川宇室 太原王室 陈骏元室等等 司马氏虽然是晋朝的皇室 但从世家的角度看 他们充其量算是二等世家 在王室 谢氏这些顶级世家大族面前 还比较自卑 顶级世家娶媳妇聘闺女 看不上司马家的人 司马家的皇帝如果强势 还能维持皇权的尊严 可后来 八王之乱 五胡乱华等等 晋朝皇室 狼狈难度 成了东晋 东晋的皇帝 是被难度的世家大族 拥立上台的 从一开始就弱势 结果就是东晋出现了真正的贵族政治 王与马 共天下 说是共天下 其实是世家大族为主 掌握实权 东晋皇帝只是个空架子 东晋的贵族政治 是周朝以后贵族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 也成了中国贵族制最后的辉煌 这段时间 只有一百多年 东晋之后 南方是所谓南朝 宋旗良臣 北方则是北朝 各种少数民族政权 最后被北魏统一 南朝北朝 同时展开了皇权 对贵族的大反击 先说北朝 五湖乱华期间 很多世家大族 衣冠难度 迁徙到江南 但也有一部分世家大族 留在了北方 清河崔氏 柏陵崔氏 范阳卢氏 太原王氏 赵骏李氏 行阳正氏 陋西李氏等等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 初期很野蛮 根本不拿这些世家大族 当回事 但是到了北魏统一以后 因为毕竟要治理 北方的农耕地区 不能把草原 游牧民族那一套 拿过来直接用 所以北魏朝廷 就越来越汉化 也越来越文明 这一来 掌握着儒家思想资源的 世家大族 就被重视了 其中 清河崔氏 有个崔号 最为典型 北魏的皇帝 特别重用崔号 不但让他当了 宰相级别的高官 还让他主持写北魏国史 崔号呢 一方面对北魏政权很忠诚 但另一方面 他日思夜想的 就是重建东汉魏晋以来 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权势 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 比如尽量提拔几大家族的人 竭力恢复旧秩序 这就造成了崔号最后的悲剧命运 最终 北魏太武帝下令 诛杀崔号 不仅杀了他这个人 还诛连全家 要知道那些世家大族 都是互相联姻的 说起来 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 全是一家子 结果姓崔的 姓王的 姓卢的 姓李的等等 被一网打尽 怎一个惨字了得 北方的世家大族 就此消失 说起来 崔号触怒皇帝 是因为他写的北魏国史 太写真了 北魏皇室起家时的种种仇史 都被记录在案 游牧民族 伦理上不像中原农耕民族 那么严格 男男女女 乱七八糟的事情 很多 崔号把这些都写入史书 触怒了太武帝 不过 历史学家认为 这只是表面原因 北魏诛杀崔号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他竭力 想要恢复世家大族的旧秩序 这直接威胁了 北魏的强化皇权 不把这些世家大族彻底除掉 北魏的政权就不稳定 北魏皇帝可不打算 像东晋皇帝那样 和某某共天下 再说南朝 东晋实行了一百多年的贵族政治 但这个贵族政治 越到后来越难以维持 原因在于 当时南北对峙 经常要打仗 著名的谢家就领导 打赢了关键的肥水之战 打赢了仗 谢家当然全是冲天 贵族政治更加稳固 可是这种情况很难持续 原因就在于 世家大族后继无人 世家大族嘛 生活优越 奢侈豪华 其中的人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艺术品位越来越高 但说到上阵打仗 治国理政 这种粗活 就没人愿意干了 南北对峙之下 国家急需军事和治国人才 世家大族那边后继无人 国家只好提拔韩文子弟 渐渐地 政治上的权力就落在 韩文子弟手中 灭掉东晋 建立刘宋王朝的战神刘裕 就是平民出身 到那个时候 几乎已经找不到 世家大族的将领了 刘裕这种平民 全面掌握了政治实权 接下来的南朝 一直是这种情况 这时就产生了一种 有趣的现象 在南朝 世家大族事实上 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 但他们的世家身份 和架子还在 所以看这阶段的史书 会发现那时的人 特别讲究门第出身 士族在方方面面鄙视 排斥寒门子弟 不了解内情的人 会以为 南朝的贵族政治 和东晋差不多 其实远非如此 士族们嚷嚷的越凶 越强调门第出身 说明他们内心越虚弱 他们已经感到了 大事不妙 自己正在被边缘化 但又无可奈何花落去 让你们上阵打仗 你们不敢啊 于是 只好强化各种表面功夫 想要躺臂当车 躺臂当车 必然失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 来了侯景之乱 南朝有宋旗良辰 四个朝代 侯景之乱 发生在第三个朝代 梁朝 自从东晋一关南渡 到梁朝为止 北方各种大乱 但南方确实维持了 一百多年的和平稳定 南朝几个朝代的更替 都是宫廷政变 对社会影响不大 南渡过来的世家大族 悠然自得 虽然事实上正在边缘化 但表面上还是各种高大上 侯景之乱 彻底打烂了这种平静祥和 侯景是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一个军阀 梁武帝消眼愚蠢地收留了他 一厢情愿地以为侯景能帮着他北伐 其实侯景是未不熟的白眼狼 最终在梁朝腹地发动叛乱 攻入健康 在各地杀人放火 梁武帝也死于战乱 侯景之乱的惨烈程度 不堪回首 在南方过了几代人太平日子的世家大族 肤脆骨柔 体雷气弱 哪里能对抗这些凶悍之徒 侯景乱军就像是闯入羊群的恶狼 肆意屠戮 血流成河 南方世家大族被诛杀大半 侯景之乱虽然惨不忍睹 但在毁灭南方世家大族上 这只是个开始 侯景之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很多健康的世家大族 逃往扬州 荆州一带躲避战乱 没想到北方的西魏政权 徽兵南下占据了荆州等地 这些逃难而来的世家大族 被西魏大军裹挟着迁往长安 一路各种艰苦危险 死亡无算 这也还没完 公元589年 统一了北方的隋朝 渡江南下 灭掉了南朝最后一个朝代 陈朝 隋军把仅存的一些零零碎碎的 世家大族和南方新生权贵等等 像驱赶牲口一样全都迁往遥远的关中 可以想见 这一路的悲惨行军 不会有太多的幸存者 至此 江南的世家大族 什么姓王的 姓谢的 什么书法家 文艺家 佛学家等等 几乎完全消失 江南非非 江草旗 六朝如梦 鸟空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 南北朝之后建立的隋唐 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点 秦汉是中华第一帝国 隋唐是中华第二帝国 后面的明清 算是中华第三帝国 隋唐两朝 当然也有他们的权贵 但无论是周朝的古典贵族 还是东晋的贵族政治 都从中国无可挽回的消失了 权贵固然有 但足以和皇权分庭抗礼 平起平坐的世袭贵族 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到武则天时 朝廷还有兴趣编写类似 世家家谱的材料 但实际上也是白费功夫 世家大族的概念 已经没人提了 再往后 连这种世家家谱 也没人编了 高官权贵虽然有各种办法 殷疾子孙 但制度化的世袭 猎土分封就别想了 隋唐时期开始出现科举制 并非偶然 随着贵族制度的消亡 国家需要新的人才选拔方式 贵族那一套行不通了 自然而然就推出了考试制度 不问出身门第 向全社会开放的选拔制度 到了宋朝 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 招围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虽然是小概率事件 但政权的开放性 平民性已经无可置疑 宋朝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 最成熟的平民社会 到这时 中国已经完成了其他文明 千年以后才可能完成的消灭贵族 中国在这方面的遥遥领先 是很值得自豪的 实际上很多国家到今天 也没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我们中国是很有资格 很有理由俯视这些落后文明的